翻译&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现在既有一点紧张 又很想笑 因为 因为我上台之前 我鸡皮疙瘩现在都已经冒了 就是我朋友给我说 他说你要是紧张的话 你就把下面所有的人都显现成裸体 没穿衣服 然后我觉得我突然一上来 看到有那么多的裸体 我觉得既好笑又紧张 OK 我觉得他可能是在整我吧 OK 言归正传 就是很多人都会对DJ 就是觉得他一定是存活于 深夜的一个派对之中 而我的经历却充满了 各种各样的奇遇和趣事 远超乎人们对于DJ的一个传统影像 这个是我在春游音乐节的演出现场 这是我最喜欢的一个本地音乐节 然后每到这个音乐节的时候 全国各地的朋友都会来 然后我从小到大其实有一个摇滚梦 我希望我长大之后可以当一个摇滚乐手 我希望我长大之后可以当一个摇滚乐手 然后我的受众群不单单仅限于年轻人 也有这样的老奶奶 然后我也希望我老了之后 能像她一样的那么的快乐 自由自在的 然后我也喜欢在舞池里面分享我偶像的歌 我五百 每当放弃她的音乐 我觉得整个氛围就会变得非常的浪漫 然后这个是成都 当时有家俱乐部 就是她关店的最后一天 我放了我最喜欢的《交响乐》 然后这个是今年3月28号版本《龙依去世》 我为了纪念她 也在舞池里面放了这首音乐 因为她也是我的偶像之一 毕竟她当时在年轻时候的乐队 也对我的DJ生涯产生了很大的一个影响 然后虽然我有一个大家听到的像五百 或者交响曲或者版本《龙依》 其实是来自于我在舞池里面的一个自私 且小小的一个习惯 就是这个都是我的最后一首歌 我喜欢将最后一首音乐送给我自己 不管在任何的场景下 任何的地点 俱乐部 怎样都无所谓 我常常在那个时候 自己把自己感动得稀里哗啦的 因为它蕴含了我当下最丰富的情感 而我也发现原来舞池 它是能够感受到我的那样情绪的 而且舞池里面的人们 也非常非常的喜欢这样的一个意外 跟一个惊喜 当然 除了大家所熟悉的DJ存在俱乐部 或者是音乐节里面 我的存在场景其实也是很多的 比如说像是这个是在美术馆里面 跟一些作品的合作 然后也会在泳池边上给大家放一些清凉的音乐 也会在车上成为一个真正的车仔DJ 然后也会时不时地在线上做一个电台的DJ 我喜欢这样在不同的场景下分享音乐 新的环境 新的人群 然后新的尝试 都会让我对舞池有着一个更高的敏感度 而这个敏感度 一方面是来自于我天生的 虽然这句话有一点点自念 但是事实是这样的 然后也有一部分是来自于我的日常积累 我平均每天会花四个小时以上的时间用来听音乐 而我在七年多的DJ生涯里 我的U牌已经积累了上万首音乐 而这上万首的音乐 是我至少听了二十万首歌所筛选出来的 里面有着不同的音乐风格 而在一场两个小时的演出中 实际能用到的其实只有二十到三十首歌 我每次都会根据舞池当时不同的情况 然后迅速地做一个判断 从几万缩小到几千几百 到最后找出一首我认为最适合当下的一首 当然我事前的一些整理跟标记 也是我的技巧之一 但是大家千万不要误会 并不是所谓的一二三四的一个歌曲顺序的编排 仅仅是我为了更好地找出那首歌的一个 技巧而已 而在我看来 大量的听歌是培养一个DJ 有着他自己独特的个性 与他独特的音乐品味至关重要的一点 而技术在我看来其实是在之后的一个东西 那大家肯定就会说 怎么可能DJ技术那么难的 在深入讲技术这个东西的时候 我想先给大家科普一个东西 就是DJ到底在干嘛 就是以及很多人会对DJ跟制作人有一个混淆 我举个例子吧 就是说制作人他的单位是叫做的音符 他将每个音符串在一起做成了一首歌 而DJ是将每一首歌提出来 然后筛选再串在一起 形成一个更大的音乐空间 打个比方 一逆沙 然后制作人将它做成了一块砖 而DJ的话便是将这块砖 一个一个的弃起来 然后变成一个音乐的房子 而所谓的混音其实就是那一层混泥土 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或许你们 这是单的一轨 大家听起来可能也还好 是吧 然后但是当我在加速下一首歌的时候 它会变成一个新的音乐 大家听出了一些区别吗 就是我给它加了一个更多的鼓 这个是没有叠在一起的效果 这是叠在一起后的效果 对 而这个同时我也可以在里面加很多的效果 效果以后有机会再给大家分享吧 而那个关于 那大家肯定又会说 你好像说得来 混音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 其实说一句实话吧 我觉得换在以前的话 就是你想要将两首歌混在一起 你需要实现将每个拍对齐 而那个过程是需要你DJ自己是通过耳朵 把它对齐的 是需要大量的时间来进行练习 而现在 智能化的设备非常的智能 对真的很简单 等一下好 我就拿刚才的那首歌吧 然后稍微快进去 这个是这样的 然后如果稍不注意的话 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大家是不是找不到它的拍 然后当我把自动对拍打开之后 无论我在任何时候 然后点下播放键的话 它都会 它的拍是对在一起的 就变得其实很简单 而这儿也仅仅就是 低阶智能化设备的冰山一角而已 让我有了 当然这样的智能发展我觉得非常的好 让我有更多的时间 可以用来观察舞池里面 大家的一些反应啊 状态 我可以更多地思考 而我也在观察舞池的过程中 发现了一些很有趣的一些人类 我给大家再演示一下 从这儿吧 就是 我池里面会有一种人的存在 他会 整场派对里面他不会套舞 但他会手插着手 然后特别严肃地把我盯着 然后 而且这样的人不止一个 一般有这样的一个人存在 就会有这样 很多的人都在低阶台这样把我看着 然后每当那个时候 我其实都会特别地紧张 甚至不敢拍照看 一看到就看到他们很严肃的样子 然后这是一种人群 然后还有一种人群就是 他的脚像是被冰上的冰子一样 他的整场派对 他的脚不会离开地面 但是他的上升却异常地运火 比如说 从膝盖开始 他会夹到截拍 然后慢慢他会加上他的 跨 然后最后他会加上他的手 他的手部动作也会非常非常地多 然后可能有些这种 然后也有些这种 就等等的这些 然后也有一些人他的那个舞姿很像一个螺旋 在我的行动词里面就要有 他的每一个关节都非常地灵活 就可以那种 然后大概就是 然后 然后身体 我可能没有他那么的协调 但是大概就是那种感觉的 然后也有一部分人 我也不知道他手上到底是一个怎样的武器 然后他他会这种 然后就我也不知道他到底在戳什么东西 但是就很特别 然后还有一部分人也很有趣 就是我现在相当于有一个我自己的地盘 对吧 然后他在跳舞的时候 他也会为自己小出一个地盘 就是大概会有多多特别的吧 然后 然后 然后这种 然后我觉得大家也非常地默契在舞室里面 就是那个人他的方圆至少 两匹米吧 都是没有人敢靠近他的 然后还有一种人也特别的有意思 就是 虽然我大家听到的都比较晃的是 电子的音乐 也有一种很黑怕的 然后 一进来 然后 走到一些台内心就 哇 然后就 就都很 对 然后也有一部分人是这样 就是他 他 虽然我的节奏可能会很快就是 是在一个很激烈的一些电子音乐 轻松下 但是他会找到一个自己的 节拍 怎么突然的那么的 很紧 然后他会这样 找到一个自己的独特节拍 然后就会变得异常的缓慢 然后他的 然后闭着眼睛 甚至在召唤着什么 然后真的 我真的有下去问过他 我放完歌 我说你 你是在接收什么东西吗 还是 然后他给我说 他说我在交换爱 我觉得 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 我觉得人类好可爱啊 但是 虽然舞视里面的人 大多数都是可爱的 但是也有时候也会发生 特别疯狂的事情 我遇到比较疯狂的经典的 也就是我在演出过程中 总会有人给我滴酒过来 然后我就 我真的不是客气 我就哎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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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他就会更加激烈的 哎奶奶奶奶奶 然后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 那满满的酒 然后就全都会撒到我的设备上 然后我遇到过最糟糕的情况 就是 在大家最开心的时候突然就 或者就是形成一个loop 就一直那样 然后通过这样的经验 我以后在每一次的演出过程中 我都会带两个U牌 就随时的预防有情况出现 然后还有一个也是 就是 任何人都不能放酒水 或者液体的东西在我的低阶台上 为什么呢 因为我第一次感受到了生命的威胁 就是大家在很开心地跳舞 然后可能会这样碰到 装着桌子什么的 然后就被打到了 但是其实在演出现场是有非常多的设备的 我有一次的演出 我摸到的每一个键 都是 麻的 然后我当时都在想 我不知道我能坚持多久啊 然后 这件事情之后 任何人想要放任何东西在我的台上 然后我都会像刚才那个舞者一样 就是我会拿出自己的地盘 然后我把他的酒放到地上 然后这个是我的地盘 然后请不要放火 为了我的生命着想 对 然后也遇到过 就是像大家刚才看到的春游音乐节 有一届特别的好笑 我也是在演出 然后大家特别开心 就你们知道有些时候大家太开心了 就会比如说站在沙发上啊 然后站在很高处的地方 然后去展现自己的舞子 然后那次也是就是我的那个台上 就是我的低阶台上都站满了人 然后突然我放着放着 然后啪 然后我那边本来有一个三个 三个叠在一起的音响 整个掉在了地上 哇 我当时 完蛋了 我心里想 为什么我的演出总是那么多的意外发生啊 难道接下来的演出都是要单身到的进行吗 然后结果我一听 结果音响没有坏 我赶快快点快点把他抽起来啊 然后大家又一起抽起来 然后继续很开心地跳舞 还有一个很疯狂的点就是 也是不同风格的人融入进来的 就比如说我经常在很认真地放歌 因为需要我大量地专注 但是会突然哪一个像B-Box一样的人 然后来到我边上 哇 我觉得你音乐好棒 但是如果你能加上这样的效果的话 我就觉得更棒 就打个嘶 然后就那种 我就呃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回应他 然后也遇到过那个玩HIPHOP的朋友 然后过来 然后就说 哇 我现在听到你的音乐真的 好有感觉啊 必须要来一个freestyle 然后他就来到我的边上 然后就这样捂着嘴 用 用 我就来到了 陆高 我觉得现在非常的棒 然后我就直接在边上 然后每当那个时候 我其实全身冒着鸡皮疙瘩 我心里想 谁能救救我 对 而我在不同的演出场景 是充满了趣味性 然后与多样性的 而我的人生也如同我的音乐一样 充满了自由 多样性 各种各样有趣的事情 我选择去听取内心最真实的一个声音 去做最真实的自己 而不将自己的音乐固定在某个风格 而也不将自己的人生固定在某个所谓的标准框架之中 我在这个过程里看到了不同的世界 也看到了自己更多的可能性 而我们或许在人生的舞台上都扮演着不同的角色 但愿我们都能够去敢于听取内心里流动的那个旋律 然后勇敢地去探索你想要渴望的那个世界 小小的身体 大大的能量 我是DJ Luka 期待 期待能够在未来的舞台上能与你们再次相聚 谢谢